侯友宜跟朱立伦之间 跟很多在做文章的这些的台湾的深绿的媒体 或者好事之徒 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他们之间没有经合关系 朱立伦现在是党主席 党主席本身都有一个隐形的角色 就是不管他主观上面 他想不想投入选举去争取大位 客观上面他都必须要保持自己 必要的时候成为备胎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党主席如果你气很强 比如说像当年的马英九 他气很强 当他接下党主席 打败王金平接下党主席的时候 党内外都知道 下一任2008年国民党没有没有悬念 代表国民党出征的就是马英九 可是如果碰到自己的政党 在选举当中居于劣势的时候 党主席就有一个潜在的角色 他不能够做过度表态 他不能够说我一定不选 因为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知道 比如2016年国民党的提名 你看到本来提了红秀柱 原来朱立伦是不选的 可是要临时挣钱换将的时候 这个时候原来不选的朱立伦就必须要出来 党主席就必须要出来 所以党主席在党没有完成提名以前的时候 通常都会保持一个相对模糊的角色 不过不过早表态 不过他会说那朱立伦难道没有想要选吗 回到刚第一个问题 侯友宜如果要选 不会有其他人选的 朱立伦跟侯友宜的关系 我说没有静和关系 虽然侯友宜是朱立伦在当新北市长的时候 那刻意拉拔的副市长 而拉拔副市长也把很多的表现的机会 也给了侯友宜 与其说他们是静和的关系 比如不如说侯友宜 侯友宜是朱立伦的慧眼式英雄 那特别的拉拔的 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 今天侯友宜的人气他有一大块 那一大块是蓝营的传统的政治人物 没有办法去经营 没有办法去碰触的 侯友宜没有那种精英气质 他也没有那种的知识分子当中 刻有的某种的这种 这种的傲慢的这种的味道 那种的气质在侯友宜身上不存在 可是一般的精英阶层对侯友宜 也许清净度不够 但是排斥感不高 因此在这种的气氛下面 所有在朱立伦身上所做的 朱立伦和侯友宜的文章 其实那都是做文章 私底下如果了解做朱立伦 只要侯友宜愿意点头 就是侯友宜 朱立伦是不会有第二句话的